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说 你要写下来 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这是上帝第一次在奇述录里面说话 他是一位能使万物更新的上帝 这里再次回顾古代众先知同景的梦想 以赛亚听闻上帝说 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看我要做一件新的事情 在这个以赛亚书43章18节19节如此说到 保罗也曾经见证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这个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在格林多后书的5章17节 因为上帝可以叫人来更新 其实更新 我们按照原文的字意 它是做成新鲜 但我们说到可信的 就是忠心信实的 有说服力的 但我们说坐在宝座上的说 看啊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其实讲到坐在宝座上的是指着上帝 或者是主他自己 更新他原文可以说成是制作或造成新的 不是指外形的修改 或者是打扮新的 而是指本质上的新 一切都更新 一直就是说一切都是上帝新的创造和制作 在新的一年里 相信大家已经许下了许多 心中的愿景 还有清单 想要在新的一年里面 有新的开始 真正有坚定的执行力 首先 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崭新的思想 在基督里 无论我们信主有多久 我们都必须求主来更新我们的思想 因为思想与我们的执行力 行动 生活方式等等 都有很大的年代关系 也深深影响着我们做事与做人的根本的原则 若我们要在新的一年里面 真的要看见自己在生命当中有所突破的话 那么我们务必要在上帝的面前 求告上帝好好来更新我们的思想 让我们的思想在他里面是焕然一新的 并且是崭新的 其实每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我们会因着成长的环境 遭遇和人生的历念 把思想给定行了 所以我们真的真的要务必 祈求主耶稣来天天 每个星期 每个月 甚至每一年来更新我们的思想 使我们能继续靠他奔跑天国的道路 因为上帝是做新事的神 相信我们的思想 当我们愿意被上帝来更新的时候 我们必定能够看见不一样的天空 更新的应许和计划 是上帝给我们的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可以缅怀过去 但我们不要停留过去 我们要仰望上帝所做的新事 我们的思想不要定型在以前 不是这样做事的 为何现在需要这样做呢 也不要定型在以前的领袖 不是这样的带领方式的 为何现在的领袖 是如此的带领方式呢等等 我们的心和思想要愿意的敞开 让上帝来动工 当我们有更新和崭新的思想 我们就晓得与能够看见 上帝有时所做的新事 真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的美好事物 当我们更加愿意在主里面更新自己 我们就能靠主的恩典 胜过于跨越一切新的挑战 把新的事物看成是一个新的时机和季节 我们就更加能够的勇敢 为主做新的事情 更坚强成为得胜有余 且又信靠上帝使用我们做新事的神 在新的一年里 祝福你 思想焕然一新 靠主经历它 一件又一件美好的新鲜事 就发生在你我的当中 Amen 上帝赐福你